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事谢谢你 以前的事情 对不起 都过去了 今天你救了我 就当我们扯平了 好了 谢谢 我里还有外公的报告 还没来得及复印 可惜被那帮人抢走了 儿子 你这是怎么弄的 没事 你这个扫门心 这跟宁夕没关系 是我自己弄的 婆婆 我回房休息了 成功了 拿到了 东西拿到了 让你去抢个文件 你进来伤害西城 是他突然闯出来的 够了 别忘了你能有今天 是因为谁 知道了 以后你就帮我盯死莫能熙 其他的 不要查书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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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送你 再送你 你这送你 我去找你 你这送你 我去找你 你送你 你帮我去找你 感谢观看 这笔服装是我设计的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两件怎么还在这儿 撤了吧 你什么意思 这么糟糕的设计早在初稿的时候 就应该被淘汰了 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不过是耍手段才有了今天的位置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作品支手画脚 这一件 前年韩国都塔亚当系列的房板 这一件 腰身设计极不合理 你算什么呀 你的决定我不服 除非立总让我撤 否则我就辞职 你用辞职威胁 我可不敢 您刚上 好 好 好 莫总 莫总实在太过分了吧 这些年我在公司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是啊 喜成 莫总来了 莫总你找我 姐姐你这次真的是太过分了 刚上任就要开除我们的设计总监 喜成你快劝劝他吧 这么深的资历还要打小报告 你 打小报告也没有 永恒的法人是我 连莫总也无权插手我的责任 喜成 你看他 你说对吧 莫总 嗯 我才是永恒的法人 我爱开谁开谁 怎么 莫总很生气吗 你做得对 你带他去财务部结算下工资 该赔偿的 一分也不会少 你们先出去吧 你做得很好 他本来就没有实力 这几年也没有涉及出什么好作品 因为他是公司的老员工 碍于情面没有改动他的位置 正好你帮我开了他 接下来还有一个项目 正好我过几天有个活动 替我做一套西装 我梦见你的眼睛 其实莫总大可不必亲自做梦的 黑暗里潜行 闪失着靠近 觉得不得回应 爱情又不是电影 结局早已经注定 最后终于清醒 所有梦境都化为抛影 在夜里醒来 一个人发着爱 思念变空白 是不是只有傻瓜 可是我想第一个穿上来错的地方 才会把爱说出来 你是我 零不战胆 人尽皆知此生天爱 可我不敢表白 不敢触碰 不敢离开 多可怜 心动情 那个人 痛得最厉害 他是你 手中玫瑰 心上朱砂 此生最爱 怎会不问不问 不痛不言不理不睬 梦醒才明白 原来他是例外 凉好了 衣服做好了 我再给你 外公 现在我对丽喜成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感情了 小夕 一定会把我们墨家的 质染技术 发扬光碳 找出害死你的凶手 我梦见你的眼睛 却看不清你 却看不清你的心 黑暗里前行 闪失着靠近 却得不到回应 爱情 爱情又不是电影 结局早已经注定 最后终于清醒 所有梦境 都化为抛影 在夜里 在夜里醒来 一个人发着呆 思念变空白 是不是只有傻瓜 才会把爱 说出来 你是我 你是我 明目瞻大人 尽皆知此生天爱 可我不敢表白 不敢触碰 不敢离开 多可怜 心动情 那个人 痛得最厉害 她是你 她是你 手中玫瑰 心上朱砂 此生最爱 怎会不闻 不闻 不痛 不厌 不理不睬 梦醒才明白 原来她是 例外 你是我 明目瞻大人 尽皆知此生偏爱 可我不敢表白 不敢触碰 不敢离开 多可怜 心动情 那个人 痛得最厉害 还是你 手中玫瑰 心上朱砂 此生最爱 怎会不闻 不闻 不痛 不厌 不理不睬 梦醒才明白 原来她是 例外